哈喽啊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好啊 有一段时间没有录显卡维修视频了 因为最近天天都在忙着拯救拯救者 今天呢 我们收到一箱两张显卡 这是一位收卡的老板给我送过来的 翻车了呀他 收显卡怎么会翻车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华硕的3080显卡 标签还在 橙色呢 看着有点糟糕 看这个金收字已经是黑黑的了 哦 给我留了这条 3090摩音跑3DMark黑屏之后就冒烟了 3080的故障是跑分低 风扇撞速不显示 OK 我们先来看这张华硕的吧 上机之后呢 确实是可以上电 也可以显示 进的系统也可以正常装上驱动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性能的问题啊 先随便开一个跑分软件来看一下跑分如何 先跑一个甜甜圈看一下 是可以跑起来的 没我想象中的那么低哦 我以为是那种功耗出问题了降频了 也不是降到最低 而是一个中等的水平 我们看一下GPU这里面的信息啊 它的功耗只能跑到260瓦左右 还有一个就是它的风扇确实没有显示撞速啊 撞速识别到的一直是零 咱们再来开一个卢大师看一下 卢大师毕竟有跑分嘛 看起来可能明显一点 卢大师最后的显卡跑分是58万 这个分数是有点低了 看来这就是它的故障所在 性能确实不是很高啊 这个才是它最主要的问题吧 风扇撞速能不能显示这个倒无所谓 因为它的风扇是可以自动调节的 风扇调节没有问题 它也没有一直狂撞 它温度高了就撞 温度降下来了就停 可能收的时候也没有注意 像这种情况卖的话也确实不好卖啊 有bug 性能低呢应该是功耗没有跑嘛 刚刚跑分的时候 它的功耗比只能跑到60% 信息识别呢是没有问题的 3080核心也是J102 华硕的品牌都能识别到 OK直接光机 这边呢有另外一个华硕的3080 它的跑分就能跑到70多万 这个就是3080的一个正常的跑分了 在这个平台上面 它满载的功耗就可以跑到300多万 这张华硕呢我给它拆开来看了一下 我发现它是一张修过的卡 看这个显卡的挂钩处 打了黑油 说明这张卡曾经可能是摔过 这个位置摔裂了 刮开飞了线 那这个故障就很好解释了 我估计是某些信号线在这个位置断裂了 没有补完全 所以呢才会导致功耗性能跑不满 还有风扇的撞速识别不到 还有可能是这些信号线都是从这个拐角里面走的 直达核心 我们找个点位来看一下 这个是风扇接口 它呢有两个风扇撞速反馈 分别是它的第二角和第五角 这个信号呢是风扇出来 直接就进了核心的 可能中间呢会有一些零五母的电阻 看吧 这边有一两个电阻 过了电阻之后就直接进核心了 到达了核心的这个点 左下角这个点 这个点记下来 等一下要考 至于它的性能低呢 我们可以检查一下它的VID信号 这是核心给到核心供电芯片的一个信号 VID 顾名思义就是电压的ID 核心需要高负载的时候 就通过这个信号给到核心供电芯片 告诉他快把供电浮稳了 我要加速了 同样也是经过这个一个零欧某的电阻 直接进了核心 核心用来调节核心供电的 也是在这个左下角啊 看来左下角这一块的走线 全部是往那个挂钩那里走的 测一下对立组织就很明显了 这边测到的一个组织600多 明显不正常 另外一个直接无穷大了 打不到值 那么故障就很明显 那我们是把上加固化好的地方 刮开重新飞线呢 还是直接从源头开始飞呢 这是一个问题 我觉得还是从源头开始飞比较好 万一把它刮开之后 把其他线给刮断了 那岂不是亏大了 这边我还发现了一个电路问题 这个缺了一个门电路 上加呢直接飞了一个电阻上去 应该是有原始的电路故障没有解决 应该是缺少开启信号 没找到源头的故障点 所以直接强拉过去了 它的输入呢只有0.5V 这个电压有点偏低 查图纸呢 它是由1.8V上拉的 1.8V呢 它都能开机 1.8V肯定没问题 那么唯一的解释呢就是1.8V过来的线路之间有断线 那不用说了 肯定又是那个缺口那里断开了 在点位上1.8V的这些供电点都是互相通的 这边随手一侧 在板子的左侧 它的1.8V只有0.5V了 看来1.8V没有完全过来啊 在1.8V的这边呢 是1.8V是正常的 那么简单 只需要把1.8V给它飞过去就可以了 修这种板子呢 就是飞线 飞各种线 不断的飞线 当然前提是你要能找到断线的地方 以及对应的信号 这边呢我找了一个相距最接近的1.8V的供电点 我们把这个上加谱的电阻给拆掉 换回它的门电路 换完之后咱们再来测一下 OK这个就有正常的高电压开启信号了 1.8V也过来了 OK接下来才是光键啊 我们需要找一个同型号的料板 核心我已经拆掉了 我们需要在它的背面找到刚刚那几个断线点 对应的过孔 然后把它刮出来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从源头上给它飞线了 因为我找不到这个板的原理图 找到它的点位图 但是没有过孔走线图 找到对应点之后我们在这个维修的这个板上面 刮开来对应的点 这样的话就能方便飞线了 不然的话它背面这么多过孔点 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啊 OK 找孔飞线的过程我们就跳过 直接来到结尾 这边呢是给它飞了三根线 一个是VID的 另外两个是风上的反馈 还好有料板 可以在背面找到对应的过孔点 我们直接从这头飞到那头 飞完线之后咱们给它装机来试一下 首先是风上的撞速 现在两个撞速都可以识别到了 OK 成功了一小步 再来看看性能情况 还是一样 我们先来跑一个鲁大师 看一下跑分 之前的跑分呢是56万 OK 现在已经可以跑到75万了 这不就是一个正常的3080水平了吗 先放一边测试啊 别忘了它还有一张技嘉的3090呢 这张卡呢说是收回来 然后在测试的时候冒烟了 砸手里了 属于是 先测一下12伏啊 这边有一个8拼的12伏 对立组织很大 很明显它是里面的保险垄断了 那不用说肯定是哪里烧了 像这种卡我们可以称之为炸弹卡 大家都是进而远之啊 拆开一看又是被修过的 连个MOS管都少了一个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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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位置MOS管烧了 这是很重要的显存供电啊 上面已经鼓了个包 并且底下还有吸球冒出来 那这没救了呀 大致测了一下 虽然说1.8伏是没短路 但是显存供电已经对地短路了 凉凉 12伏直接冲进去了 像这种情况呢 核心肯定不用想了 运气好的话可能只坏核心 运气坏的话核心显存全部报销 这个就有点倒霉了哈 像这种的话还能退吗 应该是难咯 OK这个话说的我也测了一下 各功能跑分也都正常了 这两个卡全部都是修过的炸弹卡 收到这样的卡确实很难受啊 还好我只修不收卡 要收也只收报费卡 好的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了 拜拜了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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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